全感四百家好作者,君子小舟舟水货的概念,和报废的概念不一样,健康的奥登很厉害,是伤病毁了奥登,所以不能用水货来定义它,下面分几点说明一下,奥登为何不是水货? 1.列举一下奥登进入联盟之前获得的奖项,要2005年全美最佳阵容,一对2005年加德勒全美年度最佳高中球员,3.2006年奈史密斯年度最佳高中球员,4.2006年加德勒全美年度最佳高中球员,5.2006年麦当劳全美高中升全明星阵容,6.2007年美国大学年度最佳防守球, 元期2007年武登奖,8.2007年NBA选秀状这么多奖项,证明奥登是具备一定实力的,2.列丫杜兰特获得状,杜兰特何许人也,身高必长,天赋异禀,人送外号此神,征战江湖数十载,难逢敌手,奥登能力压杜兰特,侧面反映奥登的实力。 当名号称奥登大帝,选秀时,模板上线是比尔拉塞尔,下线是海军山将罗帝逊,大学时期随便打爆霍福德和洛昂,这都证明奥登的雄厚实力。 三,其他人对奥登的评价,有人认为,他是NBA历史上最恐怖的中锋,拥有邓肯的心智,奥尼尔的力量,奥拉朱旺的脚步,加内可的技术,ESPN专家福特,评价奥登,他是那种二十年才会出一个的中锋,引用一句老话群众的眼睛是,是亮的。 大家都说奥登不是水货,所以奥登真的不是水货。 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有不同意见欢迎交流。